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胜 关于肖战,小编真的就是从全行令开始喜欢的 后来慢慢的考古发现了肖战原来是一位如此优秀的人 从而自己也开始努力的认真学习工作发展生活当中的兴趣 比如写作可能文笔不是很好 但是呢也一直都在努力的改变自己 让自己能够成熟成为更好的人 今天在探讨几作的过程中又认识了一位小姐姐 其实是一位小妹妹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彼此都很喜欢看小说 写小说,想要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地 也不知道怎么说起来的就讲到了喜欢的人 最后发现了原来都是喜欢肖战的人 只不过小编是纯喜欢肖战 而这位小姐姐磕的是BJYX的CP 为什么会聊到肖战呢 还是因为写作吧 肖战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 文笔也很好 这一点从他写过的文章发表 在逸琳上面呢被用来当做高考写作示范就能够看出来了 再有就是在关于肖战的杂志 尤其是那一本限购的博客天下 说实话如果单从那本杂志的材质啊 等各方面让我去选择的话 我绝对舍不得花那个价格去购买 但是呢谁让他那一期是肖战呢 而且肖战在里面说的每一句话 每个回答都让人觉得这个小伙子 不仅是有谦虚的态度 说的话还非常有艺术 视为非常有才华的艺人 肖战有才华 这大概和他所有接受的教育 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永远都要相信啊 在文艺感非常强的家庭之下熏陶出来的孩子 本身就会有一种文艺底蕴 更何况是肖战本人也非常的爱学习 爱看书 有一句话叫做好看的外表千篇余虑 有趣的灵魂外里挑一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让自己成为 那个拥有有趣灵魂的人 而肖战却用他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有趣的灵魂和好看的外表 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8月可能对于很多小飞侠来说呢 就像是过年一样 因为在沉寂了近半年之后呢 肖战真正的付出了 无论是他的动态 还是工作室 以及代言品牌方 甚至于代播剧 都在慢慢的开始有了动作 这波七夕节品牌方的给力的新物料 肖战工作室的各种日常安利肖战 肖战本人的自拍动态 央视主持人对肖战的支持和认可 再到肖战的三部代播剧 都陆陆续续的有了不同的消息 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们等待的肖战回来了 余生请多指教 作为肖战的最新代表作 如果没有二二七 本公司在今年夏天会顺利来袭 不过现在呢 才来也不晚 粉丝们都在等着看肖战谈恋爱呢 这部剧先后两次在7到8月份期间 被CCTV电视剧官微所安立 似乎也是一种将来会过的代表 清晰的这一天 陈积三年之久的狼殿下官微 也出了花絮预告内容 满足了粉丝们迫切想要观看的欲望 虽然这部剧肖战只是男二号 但是呢 也是肖战不如演习生涯当中 不可或缺的作品之一 作为作者唐家三少 亲自认可的男主角唐三的扮演者肖战 出演抖楼大落的时候呢 还只是一名积极无名的娱乐圈的新人 这部剧也在近日发布了最新的路透 这似乎呢 也是在向广大的网友们释放了一种讯息 快了 等待播出的时间近了 肖战从素人阴差阳错的追逐自己的梦想 来到了娱乐圈 也是从小透明一步一步的努力走到今天的 经历了起起落落 最终呢 也还是演一着那句话 史与颜值 终于才华 限于人品 他不仅得到了同龄人 以及年轻人的喜欢 更有前辈们和圈内长辈们的人和 这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吸引 他打破了网友们对于流量明星的认知和固化印象 让更多普通人去了解他 去想着如何变得更加优秀 无论是追逐梦想 还是找寻生活当中更多的乐趣 近日积极跟随肖战参与工艺助农的粉丝们 收获了一份别样的礼物 那就是由官方写给粉丝们的一封专属感谢信 信中对于小肥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并表示他们是为工艺助农消费不平而战 其实肖战粉丝所参加的工艺是非常的多的 当有人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们就常能够看到小肥侠们伸出援助之手 他们的正能量传达到了无数贫困地区或者是抗洪一线 而作为领头人的肖战也是经常身体力行 积极的引导粉丝参与到工艺当中 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正能量 是非常正能量的一群人 我们都知道肖战前段时间亲自去了云线帮助当地的扶贫 而且还当上了扶贫体验官 而据了解这次活动是由肖战粉丝工艺项目组号召的 或由肖战工作室转发 其中不少的扶贫产品都使肖战当扶贫体验官的时候所感受过的 所以说质量还是很好的 而近期肖战粉丝们购买的猪农产品也陆续收到了 其中有鱼线购米 亚麻子油 减脂 可以说这些猪农产品丝毫没有让他们失望 看到食物之后纷纷表示很满意 众所周知鱼线减脂是国内唯一的 以阴阳混客重彩点染为制作工艺的民间减脂 而且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中 而肖战带领着大家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当中去 第一可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 第二也是对于扶贫工作的支持 正能量三个字放到肖战人身上 他是实之名贵的 而众能的粉丝们收到的专属感谢信 也是他们在公寓路上去奉献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的动力之一 这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肯定 相信当他们看完内容之后 一定会觉得一切的风险都是值得的 感谢信主要是提到几个方面的感谢 第一则是对粉丝大力支持 公益助农消费扶贫活动到达感谢 而第二则是对于粉丝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表感谢 第三则是对于粉丝支持 源于乡村首艺人表示感谢 而当看到这几个感谢语的时候 也是让无数人为之感动的 那么这封感谢信 还有肖战公益助农的宣传图 设计感是满满的 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该公益活动主办方的重视程度 以及他们用心良苦了 而同时也表明了肖战 以及粉丝的爱意汇聚 得到了认可和支持 在公益的这条路上面 他们能够将爱意汇聚起来 并且让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有爱 肖战及其粉丝值得赞赏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